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琴 歡迎來到大琴的Minecraft實況 又貌愛心了 來啊 多生一點啊 來看看你們到底生了什麼 智劍師 拿一個傻子 一個工具斷工 工具斷工應該可以換一下 他可以用煤礦換綠寶石 圖書管理員 喔 效率 不是詐騙集團啊 我就可以回去拿一些煤礦跟皮革還有紙來跟他們交易一下 煤礦磚 皮革才兩組就先留著好了 紙 就是甘蔗啦 好 先拿這些吧 然後把所有的甘蔗換成紙 喔 又兩隻 小隻的 唉呦 來了一個小神父 首先是圖書管理員 我順便在這邊說明一下村民交易的規則 其實我看很多實況主都不知道他交易的規則 首先就是你可以拿東西跟他換綠寶石 然後有一定的數量以後他會打差 打差以後你就要跟他換其他東西 他一定百分之百他會更新 當然換本身這樣東西他也可能更新啦 因為他也是屬於交易的一部分 可是這樣東西不一定會更新 如果你換的是別的東西 例如你拿書跟他換綠寶石 那他第一樣一定會更新 所以你下一次又可以跟他換石 或是其他的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好 然後等他冒泡泡 像這種有綠色的 有綠色星星的泡泡就是他有新的東西出來 剛剛最後一個是書櫃嘛 那現在就變成一個完成的書 再加一個時鐘 還有玻璃 所以這就是他更新的機制 OK 像現在就是他已經打差了 然後他也不再冒泡泡 表示紙的這個選項 他已經交易到最大值 你必須交易其他東西 才可以把紙這個項目更新 那我們就隨便換個玻璃好了 花一個綠寶石換玻璃 然後退出來 所以他會冒紅色泡泡 你看紙這個選項他就可以繼續換 所以根據這個機制呢 只要有一隻村民 你就可以無限的跟他換東西 所以不必有很多村民也沒關係 不懂嗎 那再一次好了 例如他下一個是鐵鏟 他現在只有兩個 可是假如我拿煤炭 看他換綠寶石 好 這個打叉叉了 等一下應該會更新啦 然後他的下一個項目就會跑出來 甚至下下一個項目也會跑出來 你看更新了 所以我可以用煤炭繼續跟他換綠寶石 然後下一個出來了 他用鐵跟他換綠寶石 下下一個就是9個綠寶石可以跟他換鐵鎬 好 然後我也把所有的煤礦換成綠寶石 他最後一個就是鑽石鎬 剛好我真的沒有耐久 然後就跟他換一個鑽石鎬 兩個好 很棒很棒 那就繼續多升一點吧 默默的就下雨了 其實我還蠻喜歡minecraft的雨天 蠻有意境的 尤其在房子裡面 有遮風避雨的地方 很棒啊 上上一集我們在烈焰神聖怪塔那裡取得很多紀念石 那我們這一集想要挖礦然後聊個天好了 剛做了一些書 有時候我覺得書是多此一舉的東西 可是他讓你不用一直用補的 你附到東西就可以直接附在你想要的補器或裝備上面 可是像這個我就不想要 順便來做一套裝好了 好我稍微做了一些裝備 就是下面那些書 還有三個鐵製的 還有三把鎬 兩把鐵劍 我們就每個都是 然後如果那一個是好的 我就把它附上去 醒3 剛剛把所有的東西都附上我 然後剛好把我的清金石消耗完了 所以我現在沒有清金石 我現在也沒有鐵 我也沒有鑽石 表示我要下礦 那我剛剛附到的大概是這些吧 鐵劍 布斯克星 耐球 鎬子就 幸運效率 耐久效率 跟一個效率 保護的鞋子 保護耐久的腹腿 耐久胸甲 還有三本書 兩個效率3跟一個橫掃之刃 那既然要下礦 那我們就把下礦的東西準備一下好了 好 東西準備差不多了 那就下礦吧 那我們就邊挖礦邊閒聊吧 有些事情想要宣布一下 就是呢 我拍片會有一個習慣 我會把你們當作沒有什麼經驗的玩家 當然之類的玩家也蠻多的 所以我拍片的時候就會不斷的說明 然後說明的時候就會浪費很多時間 那我想其實我可以拍一個教學的影片 那我以後另外的生存 我就不多加說明了 也可以增加生存的速度 然後那個說明的影片我會 參照維基百科很詳細的很詳細的介紹 就把它當新手教學吧 好吧他就是新手教學 不然我覺得舊的玩家好像 對minecraft已經有點膩了吧 連我很喜歡這個遊戲我都覺得 其實熱情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多 以前是會翹課啊 然後熬夜挖礦 然後花很長很長很長的時間 蓋出一個很大的東西 甚至我朋友開伺服器的時候 我還曾經蓋東西蓋太大 然後把伺服器搞垮掉 他的電腦還當掉 那個時候熱情跟現在不能比 所以我相信遊戲這種東西 是需要感動跟熱情的 而且新技能玩家一定可以感受到我們當初那股熱情 因為這個遊戲本質沒有變 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最近會新開一個教學吧 我會從創新世界開始 就是從最基本頁面開始 你就算從來沒有玩過這個遊戲 你還是可以了解這個遊戲 到底要怎樣繼續玩下去 還有一些小技巧 就是連老玩家都不一定會知道的小技巧 但我不是萬能的 我只是玩這個遊戲玩比較久 所以研究的比較透徹 舉個例子好了 剛剛那個村民那樣說明 我覺得其實很多很多連載實況主 都不知道村民的機制 只是因為我以前有一陣子是 繁殖了一堆村民 然後再研究他要怎樣換東西 後來才研究出來 所以我會開一個新的新手教學系列 就敬請期待吧 然後關於這個世界 我可能不久後會結束掉 一來是因為我剛開始 學會剪片的時候 我就馬上拍了 所以他的呈現可能 不是我想要的那樣子 反正就是我對這個系列的 拍攝沒有那麼滿意 然後還有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我都還在進步 但我不會那麼快結束掉 可能還要等1.13 或是再一個月後 我把終界龍打完以後 我才會結束掉這個系列 然後第二點 就是這個世界沒有很激烈的地形 其實我想玩的是巨大化生存 巨大化生存就是 它有接近底部的海 跟超過200格以上的高山 它是一個很激烈的地形 所以我會想要玩巨大化生存 也可能我自身的創意比較不夠吧 像我想要蓋一個雲霄飛車 我還要自己往上蓋 還有想蓋比較特殊的 例如水庫啊 現在這裡也沒有地形可以蓋水庫啊 所以到時候我會新開一個系列 而且剪片還有一些東西 我都會更進步吧 好啦 那重大公告差不多就這樣吧 剛講完就自己挖到鑽石了 不會才易 我以為它只有給我一顆 我四顆 一顆 好喔 不錯 剩下我就自己默默地挖吧 相信大家也不會想要看我這樣一直 是很無聊的 好啦 經過一段時間的挖掘 我挖了 對 八條 八條都是挖到100格 然後返回來 那我挖到的東西大概就是 這些吧 還有一些紅石 還有煤炭跟 50個鑽石 其實應該要更多 只是有時候挖太快 所以 來不及換幸運鎬 我就不小心把它挖掉了 所以 有好幾個都是挖到一顆而已 終於有足夠的鑽石了 我把礦物都放到這個箱子 我想 最可惜的應該是 這趟沒有挖到任何清金石 我的清金石已經見底了 那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村民繁殖的怎麼樣啊 來看一下 好像有點多欸 村莊復興的怎麼樣 欸欸欸 又愛心了 製甲師 有 有製甲師了 有 神職人員 兩個 巫夫 製劍師 武器斷工 新的 圖書館的員 圖書館 有 木良人 感覺還是缺少一些 例如 農民啊 好像就剩農民了 還有 圖書館的員 圖書館的員可以多一點沒關係 因為我們可以跟他換到很多不一樣的副武器 所以多煩自己一點沒關係 好啦 那今天的實況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我的動態請幫我按個訂閱 我會繼續的更新我的影片 我是大姐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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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文字幕作為大師 有 有 收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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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